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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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兒遲到我今天要演講 她建議我這麼開場 她說 她說 在 風和日曆 連假的第二天 大家都出去玩的時候 我確診了 然後我很緊張的 趕快把我的女兒送到外國家去 自己孤零零的 在台北養病 對沒有錯 我確診了 然後如果我等一下忘詞 那一定是我腦目的關係 好 我確診了 然後呢 我第一個念頭閃過的是 趕快把女兒送走 那接下來呢 我實在不知道 我看著那個快三四季上的兩條線 我很傻眼 因為疫情不是已經結束了嗎 我怎麼還會確診呢 因為我以為我就是那個天犬之人 意思就是我不會確診啊 怎麼我確診了 我的雙十連假泡湯了 我天犬之人的幻想 也不見了 好 送完女兒走路 接下來我要怎麼辦 我腦袋一片空白 到底誰可以告訴我SOP 我要很慶幸 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東西叫Google 我一上網查 他馬上就告訴我 你接下來應該怎麼做 你可以出去看醫生 你不用隔離 你只要自主健康管理 好 順便呢 他還介紹了我 我家附近的診所 然後我就戰戰兢兢的打電話去 請問一下你們會替確診者看病嗎 好的 大家會很友善 才不會說你趕快過來 於是呢 我頭很痛 然後我就偷走很沉重的步伐 去到診所 那診所其實大概離我家只有五分鐘走路的距離 我不知道我到底走多久 我甚至想說我如果昏倒怎麼辦 好總之我是走到了 然後我就跟那個櫃檯小姐說 我剛剛有打電話來 我是那個確診者 那櫃檯小姐們很輕鬆 他聽到確診者就這樣 他費150你去那邊坐 我想他真的很緊張 因為他忘記找我錢 那我也很害怕 所以我不敢坐在診所裡 我跑到診所外 那我就在那邊看著診間進進出出的人 好不容易 終於輪到我了 那醫生坐在那 他說張小姐你怎麼了 我說醫生我確診了 他說你等一下 然後他就跑走了 我在看到他的時候是兩分鐘後 那個醫生戴著像浴帽的東西 臉上呢 戴著那個透明的臉罩 穿著隔衣衣 手套還有他腳全部都是 就是全副武裝 我想我那個當下一定是發燒了 因為我看到他 真的就像太光人這樣子 走過了 然後說張小姐你口罩拿下來 我說醫生等一下 我不敢噴喉嚨的藥 因為那好臭 你知道嗎 醫生說了 他很激動喔 他說我才不敢幫你噴啊 我是找死嗎 空氣就在那句話後瞬間凝結 然後呢 我想他真的很害怕了 我也不怪他 我就說醫生沒關係 我告訴你 我昨天晚上開始發燒 我發燒了幾次 我吃了幾次的退燒藥 我有什麼症狀 我說我不勉強你 就去幫我看我的喉嚨或是鼻子 然後他好像覺得很抱歉 他說那我幫你聽聽背 我就說沒關係不用 好 我結束了這個有點戲劇化的看診以後 我走回家的路上 我就在想一個輕症患者 對醫療人員來講 心理壓力就已經這麼大了 疫情最嚴重的那些時候 我們從電視上看到 數以萬計的確診者對不對 但是那些人是實際上出現在醫院裡的 我們有多少第一次的醫護人員 承受多麼大的心理壓力 還有生理的負擔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心情在工作的 我有一個堂妹她也是護理師 她還是在ICU 疫情期間她直接就在外面住了一個房子 她說我不想要我的家人被病毒感染 我最害怕的就是在ICU看到我認識的人 然後她平均一天上班的時間就12個小時 意思就是12個小時她都穿著太空人的衣服 然後呢我說她每次跟她媽媽視訊的時候 大家就說嗨媽 然後她就開始打瞌睡 我說你這麼累不換工作嗎 你還這麼年輕她會打我 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像 那些病患怎麼辦 我發現醫護人員都有像我堂妹這樣的特質 他們有很重的使命感 心裡面有一份非常善良純潔的念頭 他們就是要幫助別人 所以其實我認為他們才是天選之人 我要重新定義天選之人 天選之人其實指的是老天爺派下來照顧我們大家 在我們最無以為力無以我靠的時候 是他們給我們依靠 所以你知道嗎 那個天氣在變化 其實所有的病毒都沉沉欲動 今年還多了一個RSV病毒 那流感就更不用講 他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要讓我們的天選之人 非常的辛苦的話 請你們要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 大家都要好好走 那如果萬一你真的生病了 也請好好的給我們的這些天選之人 這些醫護人員多一份尊重 多一份感謝 那我覺得這個社會會更美好 鍾主持人